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 让我们一起深入分析这一 办法的影响及其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2023年初秋 一则关乎党员纪律的新规引起了全国热议 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了《中国共产党不合格党员组织处置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并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严格遵照执行 这一新规的出台 无疑是对党内纪律和封纪的一次全面梳理和重塑 办法的主要内容共涵盖了27条 主要聚焦于四个方面 总体要求和概念定义 适用情形和处置程序 不予处置的特殊情况 以及工作责任和纪律要求 其中 组织处置的概念被明确界定为 党组织根据党章和相关法规 按照组织关系隶属或干部管理权限 对那些缺乏革命意志 不履行党员义务 不符合党员标准 甚至丧失党员条件的成员 采取限期改正 劝其退党或除名的措施 谈到组织处置的适用情形 办法对15种具体情况 以及兜底情形进行了详细说明 限期改正 适用于理想信念不坚定 缺乏革命意志 党性意识淡薄 信仰宗教 工作消极懈怠 不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等情形 劝其退党 适用于例如为了个人目的 以退党相要挟 限期改正后无改进等 除名 则适用于理想信念缺失 政治立场动摇 对党不忠诚 不老实等严重违纪行为 北京长安街 这条见证了无数历史时刻的街道 迎来了一个平常的清晨 街头的报摊上 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关于办法的详细解读 小陈是一名在中关村工作的软件工程师 作为一名党员 他用手机翻看着这条新闻 心中感慨万千 这是一次对党员队伍的彻底清理和提升啊 办法不仅仅是对党员行为的一种约束 更是一种鞭策 他细致地规定了不予处置的情况 例如当党组织不健全或软弱涣散 导致党员无法正常履行义务时 或是因客观条件限制 党员一时无法完成党组织所分配的工作时 这些人性化的规定无以体现了 党组织对实际情况的深刻理解和对党员的关怀 然而 这一办法也引起了一些讨论 有人认为其标准过于严格 可能会导致一些党员感到压力过大 对此 人民日报社评论部主任王教授表示 办法的出台是为了提高党员的自律性和责任感 真正做到从严治党 这不仅是对党员个人的约束 更是对整个党员队伍的进化和提升 办法还设置了严格的程序 确保处置过程的公平公正 对违纪党员的党纪处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法规进行 而办法则专注于对那些缺乏革命意志 不履行党员义务 不符合党员标准的成员进行组织处置 这种区分不仅厘清了组织处置和党纪处分的区别 还使两者各自发挥功能互为补充 在南方小镇的一次基层党支部会议上 支部书记老刘正在给党员们宣讲办法的内容 他语重心长地说 大家要明白 这不是一种惩戒 而是一种激励 我们要时刻保持党员的先进性 才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断前行 办法的出台是党内自我进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的重要举措 它不仅规范了党员行为 更为党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通过这一办法 每一名党员都将更加明确 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在新时代的建设征途中 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聊 不合格党员组织处置办法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及时且必要的措施 大家都知道 党员是国家的中间力量 如果党员队伍中的某些人 开始变得懈怠 不再履行党员义务 这就像一颗腐败的苹果 会影响到整个团队的士气和效率 正如古代的齐国用商样变法 来振兴国家一样 这个办法也是为了强化党的组织力量 确保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 哎呀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但是你不觉得这有点过头了吗 这不就是给党员们套上了紧箍咒吗 你想想 连孙悟空都不喜欢戴紧箍圈 更何况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党员 办法里规定的那些情形 什么理想信念不坚定 工作消极这些 简直就是在逼着大家时时刻刻 都要保持100%的状态 稍微松懈一下 就可能被限期改正 甚至除名 这不是在制造紧张气氛吗 谢奇奇 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但你知道吗 古人有句话叫做 严师出高途 如果我们对党员的要求放松 那岂不是在变相纵容不合格的行为 办法就是要杜绝这些闲鱼现象 就拿我们古代的连波来说 他可是老当义壮 依然可以披甲上阵 如果党员都像他一样有革命意志 那我们国家的发展还怕什么困难 再说 办法也不是一棍子打死 他有明确的程序和多种处置方式 不是随便就开除谁 楚天书 看来你是铁了心要为这个办法辩护啊 不错 严师出高途固然有道理 但你也要知道 太过严苛会让人心生怨恨 你提到的连波是历史上的名将 但你知道吗 连波也有吃老本的时候啊 如果我们每个党员都需要像他一样 那大家岂不是都要变身成超人 这现实吗 而且这办法里提到的那些具体情形 很多都是主观判断 谁来判定一个人的理想信念是否坚定 这不就是给了某些人权利去随意定罪吗 谢琪琪 你说的主观判断确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但这也是为什么办法强调了程序正义 所有的处置都是通过严格的程序来执行的 不是某个人可以随意决定的 你看 当年诸葛亮对待难瞒的梦祸 七情七纵 既有严厉的制度又有灵活的策略 最终达到了教育和感化的目的 我坚信 只要我们严格按照办法执行 既可以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 又不会让党员感到无所适从 楚天书看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互不相让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 希望这办法在实际执行中真的能像你说的那样公正公平 如果真能做到像诸葛亮那样的智慧和仁慈 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不过现实情况往往并没有那么理想化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好了 今天的辩论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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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